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遥远的村庄 住着一辈木匠 他的名字叫做Eli 他有一间工作室 是专做木头人的 他造了很多的木头人 有些很胖 有些很瘦 也有些很高 当然也有矮的 虽然他们长得不一样 但在爱营里 他们都是最好的创造 当Eli 为他们戴上面具之后 奇妙的事发生了 这些木头人 把他送到富裕的生命 加上人一样动了起来 Eli 这就是Eli所造的木头人 他感谢着一个个的木头人 一直开心地造 有一天 他们趁着Eli回到房里休息的时候 竟然偷偷跑到山下去网 网得不亦乐乌 累了 就在那里休息 渐渐 他们也懒得回到山上 到Eli家里去 他们最后还定居在那里 更不好的是 他们还养成了一个 很奇怪的西瓜 是的 不管其他人做什么 他们总要给对方标签 有两种标签 一个是金色的星星 一个是圆圆的黑点 那些长得比较漂亮 强壮 比较有天分的木头人 总是获得信心 那些比较肥 比较矮 笨手笨脚的木头人 总是得到黑点 这两派的人马 事不良力 一直都看对方不顺眼 其中 有一个木头人 名字叫Panchinello 他长得很普通 也不是很特殊 而且 他还是那 最笨手笨脚的那一个 最近 因为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被人贴了几个黑点 虽然如此 大家总是羡慕那些木头人 明星 梦想有一天 然后像他们一样 得到 很多 很多的信心 有一天 Panchinello在街上走着走着 忽然 看到一个 功夫的 我梦想 重新的 很期待 小伙子 我梦想 这 是 我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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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帅哦 诶诶诶 请问师父 可不可以叫我几套绝法 我好像想一样得到很多很多的信心 可以啊 可不可以 师父指着他的黑蝶说 你肯定不行 可以啦 就求你啦师父 我一定会用心学的 好吧好吧 我们站到后面去 我教你两招简单的 简单的 注意看 好 到底啦 不是 不是 看我 不是 不是 看我 就这样 道理 就这样 道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不好啦 这就是我可以不可把师父惹毛了 结果 他今天如果得到的是一个黑点的招待 哦 怎么又得到了一个黑点 我到底 该怎么样才能得到我第一颗心呢 我到底该怎么做 不过 我买的裙子 这时候 只好带着灰心失望的心 慢慢的离开 突然 他看到一个 你木头人 我扮杠达斯达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Sexy La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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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鞋子讓我來做享受做明星的智慧吧 怎麼知道 他往下一趟 怎麼是黑點 我不是跳得很好嗎 為什麼又是黑點 我的心呢 心形呢 為什麼 為什麼又是黑點 Pajillo 無論怎麼樣得到的 又是黑點 之後 又在正他熟悉的步伐 撕完了離開 聽到這音樂 難道是他嗎 真的是他 就是他了 現在木頭鏡裡面的 Kobe Bryant 好準的頭來啊 不知道 找到他面前 看著他偶像說 欸木頭Kobe 嘿嘿嘿 叫我大大鏡 頭下來好不好啊 看你身上的黑點 嗨 不不不不不不不 第一口鼻 可以啦 可怕 好啦好啦 教你兩招 簡單的哈 真的是很簡單 看著我 喔 手會這麼難 不試一下 改你了 啊 那個是誰家的窗戶 又是黑點 又給我黑點 為什麼又給我黑點 天啊 Panginero 一次 兩次 三次 得到了 都是黑點 他就不知道 要該怎麼做啊 只好在地板上畫圓圈 他跟C說 我真的是個失敗的木頭人 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這麼的沒用 你應該 愛 漸漸著 他就說 欸好不好 我就跟那些木頭明星做朋友 可不可以讓我變得出名一點 可是 還是被拒絕 另一個人在一起的 就那些 充滿灰點的人 就在這個時候 他們走在街上 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木頭人 在他們身旁經過 他們從來沒見過他 那個木頭人 很不一樣 咦 什麼呢 啊 啊 他 他身上沒有黑點 也沒有星星 原來 這個木頭人 也像Lucy 大家見他 這麼漂亮的潔白 就給他一個 C 咦 怎麼找不到 再開一個 又看到 這個大塊頭 木頭人生氣了 黑點 再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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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怎麼找不到 不管他 我們走吧 不是因為別人被他貼紙 那些貼紙 好像都張不在他身上 他其實都心裡想 其實 我好像變成他一樣 我不要再別人給我標籤 我不要別人 再 給我黑點了 給我黑點了 Lucy 你是怎麼做到的 很簡單啊 我那天 都上山去看 Eli Eli 是誰啊 對啊 Eli 那個木匠 創造我們的木匠 我常常去找他聊天 聊天 聊天 為什麼 你自己去山上找他 這樣你都會明白 可是我想他不會想要見我吧 不會的 你就憑著信心去 勇敢 這樣 這樣 Lucy就慢慢走了 他見了我說 嗯 他說得沒錯 我不應該 再帶到這裡了 我決定 就到山上去找你來 跟他談談 他的朋友笑他 離開他 他都不管 他狂無聊傷 走過窗河 雞打門獸 大風 吹不到他 大水 淹不到他 大火 也燒不到他 三天三夜 終於 你達了 一排 在這個時候 他準備跑進去 他看到他身上的黑點 說 Eli 應該不會想到我這麼多黑點吧 那好 我還是離開吧 突然 他聽到一把溫柔的聲音 對他說 潘清尼羅 這很開心見到你啊 快點 過來 讓我看看你吧 欸 欸 Eli 你怎麼還記得我的名字啊 我當然知道啊 因為你是我造的 孩子 看來你被人貼上了很多的黑點喔 我也不想 Eli 我 我真的很努力了 喔 你不願意感到自卑 我從來都不管別人怎麼樣看你 你不管 真的嗎 是的 他們有什麼資格給你黑點呢 他們跟你一樣 都是不同人 別人怎麼樣看你 都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 我對你的看法 而我覺得你是非常的獨特的 我 獨特 不會 不會吧 我很爛 我又不會打工夫 又不會打球 我也不會跳舞 這樣到我 怎麼會特別 怎麼會獨特呢 我 對 這時候 默默地在看你 Eli 他握了我手 放在肩膀上 溫柔地對他說 孩子 因為你是我造的 這就是為什麼 你對我這麼重要 而我每一天 都期待你 可以回來 回到我的身邊 其實我會回來 是因為我遇到一個木頭人 他身上沒有黑點 也沒有星星呢 我知道 他有跟我提到你 為什麼那些貼紙 都沾不到他的身上 你想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覺得 別人對他的看法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怎麼樣看他 而那些貼紙 會黏在身上 是因為你在在意別人的眼光 哦 是真的嗎 是的 只要你相信我的愛 你就不會再在意別人給你的黑點 我 我不是很確定你講什麼 但是 我想 我想我應該會明白吧 你可以做到的孩子 你需要的是時間 你看你的身上 都是別人給你的黑點 好不好 從現在開始 你天天來到這裡來見我 跟我聊天 讓我提醒你 我是多麼愛你的 Pajello就這樣 默默地 離開了 記得 記得你是很獨特的 因為你是我造的 而我從來沒有失誤過 Pajello拖著 他的狂漫的步伐 慢慢地離開 但在他心靈深處 他深信 以來所說的一切 直到這個時候 常常是把身上的黑點拿掉 奇蹟般的 奇蹟般的 一個黑點 真的從他身上拿起來 弟兄姐妹們 弟兄姐妹們 你是否很長的時候 就像這個木頭人一樣 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呢 記得 在神眼裡 你是尊貴的 就好像聖經裡面說的 139篇這麼說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護避我 我要稱謝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為奇妙 這是我心生知道的